腔腔三人行 咱们夜谭又来跟我们聊聊 作为服用多年地沟油的专家 是吧 你对这个问题应该很有一番见解 我想不光我是服用多年地沟油专家 大家都是 只要是中国人 我估计就没有不吃过地沟油的 但是死人了 还不是地沟油吃死的 对吧 就是这个最近死了一个记者 被杀死的 那么现在我得到的消息 说公安局破案了 说不是你们猜的那样 就是什么抢劫杀人 大概是 但是一度被猜疑成 因为这个记者临死之前 在微博上 他发过一个 就是说哪哪哪弄地沟油 所以就网上有人猜测 说他是因为地沟油的问题 不过从报道看 中间是那个产业链 是蛮厉害的 就是说他们有人去采访 一出来以后 就有一辆车跟着 是不是 就是说他那个运游的车 那个记者是跟那个运游的车 但是后面发现 有一辆车跟着 这像西方的侦探队 对不对 然后当那个车 发现你记者的车 跟那个运游的车以后 他们那个运游车 就绕一个圈就回来了 他就不走去了 这不是像在拍电影吗 是真的 我们的那个 有一家高新这个企业 技术企业 专门就做这个提炼地沟油的事情 出来的油全都震光瓦亮 你根本分不出是色拉油还是地沟油 然后你去的时候 发觉他神神秘秘的半夜操作 而且简直像军工厂一样 就差重兵把手了 你说这个牵涉的人就很多了 这个我突然想起 那个记者要进去 那不是James Bond 差一点进入 你想戒备这么森严 他要动用多少保安 你看他我别的不说 单这个细节 他每次运游 后面都跟一辆车来保护他的安全性 你说现在连银行送款都没这么高的待遇 我跟你说 这个还真是引起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就像是最近很多这个电视剧 我看出来这主题是没有地下党 就没有新中国 是吧 我对这个地下这个事 咱们生活在大城市 但是大城市也有地下 但是我说的尤其是一些个边远的你们讲的这个 我都有体会 你问你 我当年曾经跟这个广东电视台一个记者叫蔡兆波 我们去一个地方去采访 你知道 哎呦 那都到哪种程度 对立两家 就跟我们电视台投诉 然后我们就去采访 然后我们后来走在街上 就发现始终两辆摩托车 两个摩托车骑士 跟着我们走 跟着我们走 你到哪 他到哪 然后晚上住酒店 他们就在外边 你知道吗 就我亲身经验 然后你知道吗 问题在于冲突的那一家 就跟我们告冤的告状的那家 又是什么呢 好 说我们给你约齐了采访对象 你来 来 我进了一个小黑屋 说你们开机吧 我一看小黑屋里 小小小板凳 坐一圈老百姓 每个老百姓手里拿一张纸 说你拿 你采访他吧 他是证人 然后就老百姓就照纸跟我说 你想想这种地下的斗争 你成于则成了 哎呦 最后我们是被追出那个地区的 你知道吗 俩摩托车送我们走了 其实这个事情 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环节的公安局 不用别的局吧 就公安局 如果他要真的下决心做的话 要查的话 都是查得出来 因为他规模太大了 他这个链 他你你你照他报导 现在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报导 这次说是十分之一 那就是225万吨左右啊 他我我个人的安危这样想 他说全中国的是一年消费油是2000多 对2000多万吨 他呢低购油是200多万吨 对 那理论上是十顿饭吃到一顿 但我算上远远不止啊 因为他2000多万吨有很多是家庭里边在做 对 我没有太多机会在家里吃饭 很多时候都在外面吃饭 我也是啊 所以所以你想问哪里是十分之一 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 你们喜欢吃火锅吗 到摊上去吃烧烤吗 去吗 我上次到重庆去 他们让我吃火锅 看看满锅的油啊 上面红乎乎的 我们现在我们组四川女孩这边还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吗 你说这个算不算啊 他说像四川火锅啊 他不是用的那个油吗 那是循环用的 对 但不是地沟油 就没进那个地沟对吧 但是他说是循环用 我今天一听了别人的嘴 然后从嘴里再出来 那咱是不是就在吃别人的吐吗 是啊 你以为呢 我想这两件事情要分开 所以我们不能又把一个话题转到 又把那个AB的问题变成甲一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地沟油 突然现在人家跑出来说地沟油好吃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说不定猪油渣是好吃 可他对身体不好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他讲的回锅油 我觉得跟地沟油还是两回事 回锅油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那种油用过再用用过再用 不管他用多少次 那需要一些 现在人家都说了嘛 现在很大的一个关键是 根本缺乏客观的标准 就国家检测部门说是 有关方面没有一个准确的科学标准 按照我们现在食用油的检测标准 你只要经过高纯度提炼的地沟油 是合法的 所以要鼓励你做质量好的地沟油 对 你要有追求 你不能就这么出汁烂灶 就是理论上说无限提纯 是不是最后他也能吃一个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呢 一个不光是我们觉得心理恶心 因为有的是从阴沟里出来 对 不光是心理恶心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般来说地沟油 它里边什么黄曲霉酥这种东西 就致癌物质 特别特别多 为什么刚才说回锅油不能吃 也是这个道理 它一直在煮那个油 然后煮了之后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啦那个啦 那种垃圾食品 然后在里头 我特别特别你看起来是很黄亮啊 根本就没有问题啊 然后现在卫生部说制定新的标准 新的标准 我看了一看 如果按照现在标准的话 主要就是有没有一些致癌物啊 有没有一些这样东西 从这方面来检测 他们说要从源头抓起 我的问题是哪里是源头 是餐桌最后一条线是源头呢 还是那些饭店的厨房 推出厨余的地方 上一回用的油是源头 每一个阴沟洞都可能是源头 那他总得倒垃圾 他总得倒 那就源头是从他倒进地 沟洞的那个地方算源头 是不是 我的问题是 假如你现在 你是美国人啊 我问你 美国是怎么干的 就是说 就是说 那所谓源头 就是说要有利法 就是说所有的厨余 比方我饭店出来 我这么多东西 厨余 年贵的 厨余 所有的厨余 这不 就不拉起处理 要分类嘛 要分类嘛 这是所有的专家 分类出来 厨余是可以卖钱的 谁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如果卖给谁 这个收购厨余的人 要有license 要有要有东西 你得要有监管 他收购了以后 不去做食品油 他只是去做工业油 是不是应该抓这一环 这个他说到说到位了 像我看了看 我虽然不是美国人 我看了看那边怎么干的 就看了一下 他那边就是这样子的 就有专门的公司收购 收购了之后 就专门送到生产这个工业油 生物油的那些 那些企业去 然后他有非常严厉的 捐管举措 而且也有 他有一条 因为你要不然地沟油 也怪可惜了 对不对 全都扔掉的 也污染 对对 所以他就 对 是吗 这我不知道 他肯定是非无在用 还有一个回生产线 这个肯定是合理的 利用的好是救救地球 利用的不好是害了我们 对对 就这样 所以我们 所以你说的源头是那个源头 那个才是真正的 就从产业上来说 要给人家一条路 就是但是你这条路呢 你不能是暴力 你比如说你地沟油 说实话 咱们说地沟油 你在正观瓦量的油 你心知肚明的 他就是比一般的油要便宜 你的你的 就是便宜 打八折的 你买的时候 然后你去买便宜货 你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东西再漂亮 地沟的 他其实都自己骗自己 名字好听 叫米康油 我不知道 就是说 那现在一般饭馆里 是不是去贵一点的饭馆吃饭 安全系数就高一些 除非你碰到 这个白眼狼的这个黑店了 他卖的又高 又用地沟油 那真是碰到黑店了 一般来说会好 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个源头 就是这条链呢 我们刚才讲是第一个头 对 那另外一个头就是上餐桌这条 上餐桌照你的说法 只要这个饭店里的人 他买油的人 他其实知道这个油是来路有问题的 我正常是比方说100块的 我现在70块买来的油 其实有问题的 其实他是知道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在最后这道关 饭店如果查的话 查出来哪一家饭店 如果有用这个油的话 网上揭露这个连锁店的名字 贴一个标签 那这个损失是极大的 这一条关能不能做呢 关键问题是你检测不出来呀 徐老师 真的是 你就是饭店他用了 他打了8折的油 他用了 你去检测 这真的是现在检测不出来 除非叫那些厨师举报 就是到高一尺摸高一丈了 确实是 是吧 而且我上次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他他我们追来追去 到最后会追到说 为什么不监管对不对 我们大概有七八个部门 来监管这个事 他为什么监管不了 到最后发觉都到了 什么浙江农村啊 或者是北京顺义啊 他全都有那些农场 专门提供出来的 你看这个坑坑洼洼的那种菜啊 那种油啊 那种牛奶啊 那绝对保证绿色 绝对保证新鲜 所以我如果是能吃到这样的菜 我恐怕也没什么动力 去监管这个事 是真的 所以你说他问题在于 中国这个做假货的人 有时候他做假货花的功夫 比他做个水平高 水平也高 做的你做真能乱真呢 乱真 来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要不你说这个地沟油 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我觉得我国人民的 这个身体健康啊 是不是特别的异于 世界其他民族的这个人 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传媒报道这个样子 事情发展到这样子 我觉得是肯定 现在肯定是要抓了 问题是用些什么方法 就是 刚才刚才文涛说我文涛确实 人是有耐受性的 就是说我相信中国人到国外去 拉肚子的一定比国外的少 然后他吃一点稍微腐败一点的食品 他也没什么 只要是 这奇谈怪论 奇谈怪论 这个我跟你说 真不是奇谈怪论 我问过那个专门的这个生物方面的专家 我问他们 他们说人的菌群啊 我们身体里的菌群 它会有一个自动的调节机制 你老是地沟油 你肚子里的细菌 就专门针对地沟油去进行一个转基因或者基因改良 照您这么说法 咱地沟油能出口 没有 咱有益于世界人民健康 没错 我跟你讲 对不对 这个 清洗肠胃 你看 培养你的抵抗力 我跟你讲 香港 这个医院是比较西化的 对吗 我跟你说 香港的医生 跟北京的医生就不同 我就发现香港这个医生 我最近有点弄明白了 他就跟咱们的 就是吧 他是无比严格 那个程序严明 但是最后实际不解决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跟你有事 跟你说 就是轻了 跟你说中了 你知道吗 他是要负责任的 对吧 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都给你丑话说在前头 但是他不如北京的医生有智慧 我发现往往北京的医生他解决问题 北京的医生敢下判断 你觉得我不是说北京医生 我认为这个医术 是在更广泛的 中国的病例的基础上 他见得多 你知道吗 行 北京医生说话开智慧 你知道吗 你挺难受的去了 北京在 你这算什么 你没事 就回家戏去吧 你知道吗 他这是我见得多了 你明白吗 这就是 您的意思就是说 北京医生的智慧 来解决地沟油的问题 说这吃了对身体有好处 但是现在北京医生也被砍了 这个也是有的 北京的医生 刚被砍 刚被砍 对对对 徐徐徐徐徐跟你们家一个线的吗 对 是那个双仁徐 双仁徐 对双仁徐徐 徐文 徐文大夫 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也挺可怜的 给砍砍伤了 我看医务人员是不是 他们说是祈福 为他寻求 管他祈福 还是思维 反正他们出去用一种形式散散步 寄托自己的愤怒 就是犯罪嫌疑人 王宝明 曾经是徐文大夫的患者 然后呢 你了解这情况吗 这怎么回事 我说实话 我真不太了解 我就知道 猴癌 猴癌呢 这个徐大夫给他做这个手术 做完了手术以后呢 他后来这个又复发了 然后呢 他就这个病人就觉得这是医疗事故 然后说血债要血长 那么医院呢 说查了整个东西以后呢 说是术后以后 他没有遵照医生医院的祖父 他在有些措施上 他违反了医生的什么什么说法 那么因此呢导致复发 意思是医院是替这个医生辩护 就是说他不完全是个事故 你自己也有责任 可是的问题是 就是这个社会矛盾激化 这个图化 这种事情 我父亲是医生 对对对 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医疗事故都会有 但是没有到这样暴力相向的 就算病人很冤枉 我甚至我跟你讲过 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见到 有高干啊什么 医生事后都很难判断 是不是某一种失错 但这个就是运气不好 你得在道义上 你得相信医生是尽了百分之百的努力的 这个就是像文涛说的 就是他的有可能智慧不够 他就告诉你有可能 因为任何一种癌症都有可能复发 如果他当时动用智慧的话 有可能就会好一点 他如果告诉你说 这个病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然后他又复发了 这时候他心理上会接受不了 这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暴力事件越来越多 包括像地沟油这种事情 我们基本上不相信 我们没吃过 我们回想一下都觉得自己吃过 就是因为太不相信了 地沟油也是一种暴力事件 为什么呢 就是他对你的伤害程度 和这个人对你的态度 你能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一种 完全的置你生命 欲不顾 这种粗蛮就完全你要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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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跟我有什么相干 对吧 我就是实际都是一种暴力性的行为 对他已经不相信到什么程度 但是那个患这个这个癌症的这个 他好像还是个书法家吧 他后来是人家医生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 他冲进去拿刀趴在地上砍了很多刀啊 把人家差一点砍死了 整个手臂都快掉下来 书法家干这事 对 草书啊 书法家他手腕有力 所以恶性事件 所以使得很多医生由此感到害怕 这个这个话说回来 虽然医院现在很黑 说实话大家都知道 医患的矛盾很激烈 但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拉登的方法来解决世界的 解决美帝国主义 徐老师 你说的这个肯定是 咱们肯定不主张用暴力方法解决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解决信任感 你比如说现在农民啊 自己的一块地 别人的地上种的蔬菜他就不吃 他觉得你喷农药有毒 然后咱们自己到农庄上啊 现在搞的没办法 只好自己到郊区去弄个几分地 搞个农庄 然后请人去帮你去种一点菜 边上那条笼上种的菜 你都不相信 然后我以前 这么奢侈啊 你还在乡下包一块地 专门给你种菜啊 学学学学 对你这是现代张爱玲啊 真是厉害 真的是你觉得是 你们就顾着买房啊 人家是买地啊 都买地了 这是会过日子的 这是会过日子的 你们这个买房买车 真是太 你还要说太可疯了 一百块钱穿上去像一万块钱的 他提的问题非常重要的 问题是你们刚才讲都是一个道理 你参与地沟油 既然每年有两千 两百多万吨的产量 这个产业力检测的人 就是几百上千万人 你明白吗 他已经是个巨大数量的人 在里边 这些人他问心无愧的 他在家里带孩子 对他对老公 他孝敬母亲 他过年跟你一样happy 但是他用他的产品在害人 而你们刚才还说他好吃 就是还说中国智慧 我跟你说是这样子 我们说他在前面带着自己 老婆在前面带着孩子 他在后面用根勺子 在那生产地沟油 但是他确实是问心 他自己问心无愧 他就说我不吃就完了 以后就变成说 我们谁也不相信谁 隔壁的菜你也不相信 然后我一开始还想 中国这个绿色蔬菜 不是起来了吗 对不对 然后你贴个绿色标签 然后你知道这个没有农药 没有什么 然后绿色食品 就可以卖高价 这个产业不是能起来 我后来想想还是起不来 是一张纸 我还是起不来 为什么 他一放到一离开田 一放到超市 你就不相信 对 所以就跟那个侃医生一样 不相信了吗 这个患者老是跟防贼似的 得防着他 医生说实在的 也跟防什么似的 他压根觉得你在骗他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是 到最后咱们的生活质量 他的非常非常复发 癌症复发 失声 他后来不能说话 到最后我们这个生活质量 越来越低 他们我那天听几个医生聊天 还说呢 说医学院现在开了一个新的专业 琴拿格斗专业 现在医院 真正有个医院带钢窥 是真的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全部有照片出来 突然一天 医生护士全部带钢窥 畏为奇观 香港报纸拍了一大堆桌 干什么 我跟你说 原来有作用 这个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现在是深有体会 因为你一个人 你不能既靠他又赖他 你要是又靠他又赖他 那你算是玩完了 记住 你乡下去包块地 就好像医生带钢窥一样 不 又爱他 又赖他 又恨他 对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到底说地沟油 还是说砍医生 说地沟油 都能过瘾的 你说地沟油 你这穿的 倒像是地沟油 形象代言人 对不对 为什么 油色的 就是像那个油的颜色 那中国不是喜欢黄金 那些人全都成为代言人了 不 我跟你说 就是我这个是正牌的 实用油的 正牌的代言人 对 就是我在说地沟油的事情 我一直在说这个事 我刚才说 这个人跟人的成本有多高 你知道吗 我上次跟一个金融 就是银行 搞银行研究的人在一起 他跟我说 他说银行现在没有抵押品 你光是靠信用啊 谁也不相信你 你现在就信用没有了 你说你再好的信用 你说我要借个几万块钱 没门 压根没门 除非你有抵押品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食物资产 都比你的信用要值钱 然后再回过头去说 说我们说这个像什么菜啊 油啊这些东西 你说你不亲眼见到 你就是亲眼见到门头 你看到那个油 说从厂里运出来了 你说这是不是地沟油 你都怀疑这是地沟油 现在就是到这个程度 所以这个成本高到什么程度 我们见面 第一次见面 先说的不是信任 边喝酒边怀疑你 很多人是 然后第二 我们现在好好的干着自己的活 说不定真的 我刚才说做几分地 这个是我是开玩笑 我没有去弄 但是真的有很多朋友 到黑龙江啊 到什么郊区啊去弄地 很发达啊 这个产业在南京那边 我去看过他们那些农庄啊 全是给朋友弄的 一人租一条龙啊 在那搞地啊 但是我跟你说 那都没用 土地如果被污染了呢 空气如果充满了有害物质呢 水那不是那个什么落渣 还是那样个渣什么 对对对 都污染了这个江滩了 这个东西还是要主观跟客观 两条战线作战 客观呢就是要认真 叫科学要查 比方说要有标准 我估计将来的标准呢 一定比较通融 对 照顾那个产业恋人 将来下岗的利益 这个比较通融 给各部门执行呢 也有一定的余地 你的意思是 给高档的地沟油留一条生路 留一条生路 跟回锅油之类的留条生路 这个是客观的做法 但是这个行业肯定是要打击的 因为否则牵涉到我们的 规系法的 但是顶观上呢 我们还是得相信刚才那条 咱们的身体就被锻炼得更好了 地沟油有时好吃啊 猪油渣的饭是最好吃的 所以啊增强自身免疫力啊 是咱们重要的口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 你心里特开心 接着下来 未经播出 珍宝总动员 在这个社会里生活 你又自强 男儿当女儿 女儿又自强